北京时间2月17日 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来自匈牙利的华裔兄弟刘少林 刘少昂都有出色的发挥 刘少昂最终是拿下了500米个人项目的金牌 这是匈牙利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在 短道速华的项目上拿下单人的金牌 在拿下金牌之后 刘少昂动情地表示 他和弟弟刘少林早就决定好 如果说这次能够夺冠的话 那么金牌有50%归功于中国 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刘少昂和刘少林都有很出色的发挥 刘少林当时一度拿下了1000米的金牌 但最终被判罚犯规 金牌被剥夺 匈牙利曾经提出上诉 但被国际华联驳回 不过随后刘少昂表现得非常争气 拿下了500米项目的金牌 透露在这次出征之前 当时他的母亲就为他们 绣制了一面特殊的国旗 将匈牙利和中国的国旗并排摆放 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他们 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有一半中国的血统 兄弟二人的父亲来自于中国 而母亲来自于匈牙利 他们过去也曾经在中国 长时间地接受训练 所以普通话和东北话都说得非常溜 跟中国队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甚至还曾经跟中国队一起打过战术配合 所以呢 赢得了不少中国粉丝的喜爱 当然也有一些 网友对他们并不买账 认为他们是双面人 不过无论如何 能够在夺冠之后说出要将 金牌的一半献给中国的话 这还是相当大气的 很多网友也对他们表示称赞 实际上在这次比赛开打之前 刘少林就谈到过这一点 就说他会将自己的金牌的一半献给中国 这次成功夺冠之后 刘少昂也成为了匈牙利短道速滑 项目上历史最成功的运动员 他已经有两块金牌入账上一块 正是和自己的兄弟一同在2018年 平常奥运会上拿到了5000米的金牌 当时正是力压中国拿到了这块金牌 他知道中国队现在都没有能够 拿下过5000米团体接力赛的金牌 所以这次呢 刘少昂足足创下了一个34年的历史记录 1988年短道速滑正式 进入到奥运会大家庭以来 还没有哪位匈牙利的运动员 这么成功能够拿下两块金牌 因此在刘少昂讲出这样一番大气的话之后呢 不少网友也对他喊话 希望他和兄弟刘少林能够规划加入中国 如果规划加入中国的话 那么就不只是可以为中国贡献 半块金牌了 中国现在还真的需要这样的实力派的运动员 我们的年轻队员 孙龙 李文龙等人 现在看起来都还欠缺实力 中国队缺少能够接班五大进挑大梁的人物 如果是刘少昂和刘少林 替坏孙龙就好了 期待 再次 感谢观看